我看了那本服侍者不留戀 我就是那本书 我就是学长 我说这个 怎样能够侍奉喜乐呢 第一是 就是相信 好像你说的 相信是神的工作 所以我不要担着担子 第二 从神得利 相信神在喜悦 也整个心灵去享受神 习惯每一天享受神 在讲到的时候也享受神 我讲到的时候是享受神的 怎样享受呢 神真美善啊 当我说到神真美善啊 就说 哇 神真美好啊 我享受神 所以每一次我讲到的时候 我讲到神的美善 我马上就会 马上就享受了 想到神充满爱 我就马上说 真的对我爱 我讲到爱的时候 我会说 留意很多时候 我会闭上眼镜 哇 或者去望天 神啊 你真的充满爱的 感谢天父啊 感谢天父 我就马上得利了 这个就是 这个 我希望我们都能够 学到这个 而且你的灵投入 马上就可以有喜乐平安 呼叫神 耶稣现在爱我们 就马上有喜乐 另外有一点 我想说一点 是这个 说话的方式 关于恩典 推动和律法 推动的讲到的分别 律法推动 很多时候说 刚才你也有说这句话 你说 事奉要喜乐 律法那时候说 要 其实我不是说你要喜乐 我说 你可以在神里面喜乐 你可以享受神 可以 可以 或者是用当 当你亲见神 就有喜乐了 我们护照神 就有喜乐了 你留意 我很少说 你要祷告 你要喜乐 你如果留意 我说话 我很少用这个方法的 因为你要 就是 好像我要做 我要做 我要做 但我就说 神是充满喜乐的 我们侍奉他也很喜乐 所以我也喜乐 就是用所以 我可以 当我信任神 神就喜乐 这样的话 是不需责任 所以 我也讲一讲 我鼓励人 祷告 读圣经 适奉神 我怎样鼓励呢 我不是说 你要祷告 我说 神有很多恩典 放在天上 准备送给你的 请你们 写下这些要点 鼓励人 这个 祷告 不是说 你要祷告 你要祷告 你要每天 祷告多少 而是说 神有很多恩典 已经为你预备好了 他等着送给你了 当你祷告 你爱神 神看到你爱他 他就喜悦了 他喜悦就赐给你的 他就将他的恩典 倾倒在你身上了 所以我首先说出 你不能写到所有 不要紧 这是很重要的事 神本有恩典 当你祷告 神就乐意赐给你 神有恩典 当你祷告 用心灵和诚续祷告 神就喜悦就赐给你 是这么简单 因为神就需要很多礼物 要送给我们 今天也有 你们这两天 有没有领受礼物啊 当你祷告 用心灵和诚实祷告 他就赐给你了 他就乐意 很开心地赐给你了 神充满恩典 为你预备很多恩典 当你亲居神 他就倾倒在你身上了 然后读圣经 神有很多恩典 已经应许了 当你读圣经 又相信圣经 这些应许就应用在你身上了 这些应许就发生在你身上了 都是首先有神的恩典 是不是 神有很多恩典 当你献上自己服侍神 他既然到你服侍他 他就尊重你了 他就对你敬礼 他就说你做得很好啊 我就纪念你 我就祝福你 你给人的 我要加倍的赐给你 这样鼓励人是不是容易很多啊 这个是不是真理啊 圣经有没有说的 圣经有说的 圣经应许我们的 但很多时候我们将它变为 当然是律法 没有恩典 律法是神次的 恩典是神次的 两方面都有 那刚才我所说的 再说啊 神有很多恩典 已经在圣经里面写了 很多应许了 写在圣经里面了 很多应许了 你读圣经 相信圣经 应用圣经 神的应许就应验在你身上了 他已经应许了 你看我很多时候 抓住神的应许 是不是 你爱神 神就为你预备眼睛 为神看见的 恩典的 也是神次的 好了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听清楚啊 保罗也说 那律法是不是好啊 是好的 重点是这样 我们没有能力 遵守全律法 唯有神能够帮助我们 唯有神能够 卸免我们 我们 很多人讲 圣经的话语 圣经有恩典 有律法 但很多人就变为 主要是讲律法 很少恩典 后果是什么呢 你要读圣经 你要祷告 你要传福音 你又没有传福音了 你没有传福音 你很懒惰 你没有果子 你没有用 这是很多控告 都是当事律法 但如果我们说 你尝试去传福音 神已经很开心了 神在 我一想到那个场面 我就感觉还挺开心的 神在听你 在跟我传福音 神就听你说了 神就看到你 他就喜欢你 他就赏赐你 他就大大祝福你 我出信主的时候 神已经给我这个动力 我的同学我都传福音 他们都知道 他们都知道 我常常都传福音 我见到人都去传福音 我的保安 我居住的地方 的保安 我打球的地方 他们都知道 我都去传福音 我会讲的 这个没有问题 我会 我都去传福音 我都去传福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